哈喽大家好,我是鱼皮 相信每位同学都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 比如个人博客 你可以拿来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笔记、作品集 但是,真正又有多少同学能够上线一个自己的网站呢? 有同学是不知道咋做 也有同学是觉得比较麻烦 作为一名程序员,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上线一个网站很简单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要用新技术 挑战只有五分钟 带所有同学从零到一上线属于你自己的网站 我们先聊一下传统的网站上线方式 假如我们要上线一个个人博客 首先你要找到这个博客网站的原代码 自己写的或者复制粘贴的都可以 有了代码后呢,你要买一台服务器 然后呢,你要把你的代码文件放到服务器上 还要再去安装一个外部服务器软件 开放IP和端口 别人才能通过你的IP和端口来访问你的网站 但IP端口都是一串数字,很不优雅 所以我们通常要购买一个好记忆点的域名 还要配置这个DNS,域名解析服务 把这个域名和你的服务器地址做一个关联 别人才能够输入域名来访问到你服务器上的网站文件 最后还可以做一些其他操作 比如说给网站加速 自己去配置这个CDN 然后网站开起https 提到安全性等等 这些都要自己来 那这一套流程走下来 别说五分钟啊 给你一个小时 你都不一定能做完 而且对于新手来讲 更是障儿和尚摸不到头脑 所以呢,今天分享由腾讯云提供的新技术 外部应用托管 Webify 它是一个一站式的外部应用托管服务 可以帮助你急速开发部署和上线网站 啥是一站式啊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条龙服务 只要你有一套网站的代码 无论是静态网站 动态网站 还是其他类型的外部应用 你就把这个网站 放到这个应用托管平台上 剩下的什么域名 服务器 什么https CDN加速 还有什么性能监控 安全性的保证 甚至还有什么devops 这些都不用你去操心了 全部交给这个托管系统自动完成 现在我们要上线一个网站 只要你有原代码 然后登陆这个应用托管控制台 点两下子 然后就可以一键上线了 真的有那么丝滑吗 我们来试一下 先登陆腾讯云 下面我们一起试着用这个webify 从0到1上线属于自己的个人博客 点立即使用 首次进入时 我们要先开通这个webify底层依赖的能力 云开发 免费开通云开发 OK很快开通成功 然后我们刷新张张的webify界面 让我们来新建一个应用 可以先把一个应用理解为一个网站 提供了两种新建应用的方式 第一种是从Gate仓库导入 这种方式适用于 你已经有一个现成的项目 或者说原代码 只要你的代码存在于以下任意一个 Gate托软平台上 就可以直接被webify导入 那我这里演示一下GitHub 首次需要先授权 如果没有GitHub的小伙伴呢 可以先去注册一下 国内的话用Gate也是可以的 授权完成后 就能自动看到 我在GitHub上托软的所有的仓库代码 我们可以随意导入一个项目 然后在这里呢 填写一些项目的配置 比如说你的项目可能是未经编译的代码 那么你需要去配置一下这个构建命令 这里的话我推荐大家使用框架预设配置 比如说你的项目是will.js开发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预设 它会自动把这个配置给你补齐 然后点击部署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们没有现成的代码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博客网站生成工具 自动生成代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 后期会出视频 给大家专门分享这方面的技术 或者去复制粘贴别人的仓库 这个复制粘贴是无罪的 那我昨天说了 我就是懒得复制粘贴 我就是不知道GitHub是啥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这个webify它默认提供了一些应用母版 比如说这个hatcher 它就是一个静态博客网站生成器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个母版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webify会自动的 克隆这个母版到你的Git仓库中 而且后续这个仓库中的 每次代码提交更新 都会重新部署一遍应用 就是你这边改了代码 网站那边就很快就会更新了 非常的方便 不用你再去登服务器去改代码了 点下一步 这些配置也都不用管 既然是用母版就听它的就好 直接部署 然后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博客网站就已经在上线中了 其实到这里 我们五分钟上线个人博客的目标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网站的效果 这个平台的原理 还有它是否能够做到提交代码自动更新 OK 大概两三分钟 首次部署成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愉快的访问自己的博客网站了 效果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是Hackster博客生成器提供的默认风格 可以查看自己的文章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应用详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项目的域名 也就是刚刚我们打开的网址 然后这里有一个所属环境 这是啥呢 大家还记得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开通了一个云开发吗 其实这个webify它底层依赖的是云开发的静态网站托管 云开发是一体化的开发环境和工具平台 这个静态网站托管呢 顾名思义就是存放静态网站文件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上传到服务器上的Hackster网站圆码 这个webify默认为我们开启了CDN静态内容加速 可以把我们的网站文件分配到多个不同地域的服务器节点 让用户就近访问 来优化这个网站的加载速度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静态网站托管的基础配置 找到节点缓存配置 在这里修改CDN的默认缓存时间 然后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部署记录 还能再去修改这个应用的配置 比如说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域名 前提是你得先有一个域名 没有域名的话就用默认体重的就好了 接下来带大家体验这个webify的另外一个能力 持续发布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只要我改了代码文件 用户看到的网站就能够自动更新 不需要我们把修改后的代码文件 再去和服务器同步 然后再去自己构建发布 进入webify为我们生成的代码仓库 好我们找到这个存放文章的目录 现在有一篇文章 我们直接在网页上新建 新建一个我的博客 然后我们用这个marchdown语法来编写 如果不懂marchdown语法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我们直接提交 在getup这个界面直接提交的文件 它还会同时push 当然我还是更建议大家 把这个仓库代码拉取到本地 在本地修改之后 再去提交到远程 OK现在我们就新发布了一个博客 相当于修改了这个项目的代码 再回到webify的应用详情 我们就能够看到 多了一条部署记录 大家会不会好奇 这个webify它是怎么知道我的代码 什么时候发生变更了呢 其实玄机就藏在getup的仓库配置中 在webify为我们自动创建仓库的时候 同时为我们配置了一个webhook 每当我们push代码 getup就会向webify这边 发送一个通知 webify接到这个通知之后 就可以触发这个重新构建和部署了 然后大家再去查查博客 就能够看到我们新发布的文章了 如果没有看到新发布的文章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getup和国内的连接 可能不太稳定 导致这个webify 它并没有收到重新构建的通知 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再试着重新修改一下 第二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个CDN 它还是读取了缓存中老的网站文件 这个我们稍等两分钟应该就好了 好了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呢 学费的小伙伴可以抠个一 为了帮大家更好的学习 我还编写了本视频的图文教程 演示了另外一个主流博客系统的上线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原创公众号 程序员鱼皮 回复上线 就能领取了 还有我给大家精心准备和总结的 免费编程学习资料 和大厂求之章货 我是鱼皮 一名赛变突 也希望带大家变强的程序员up主 本视频有帮助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点赞收藏投币三连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